我們看一下就是這裡 OneNote 主要的教材是在證物裡面 等於說你可以當作是一堂課就是一個證物啦 以我如果常態性的課程來講 我可能就是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這樣介紹 但是如果延期 因為我就會像這樣就擺在一起 那首先 因為剛剛問老師就是打字速度的問題嘛 這些很多老師有困到的 因為我以前有寫一篇文章 那就是這裡 現在學習書物法的人越來越少 因為以前是還會學書物法對不對 等下去他會另開個視窗 那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在這裡 我把它收起來 跟老師提一下 OneNote 可以做筆記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這裡有筆記 我今天有用一下學習教那個智慧大師他是挑另外一個視窗做筆記嘛 在OneNote裡面是在 就是在右手邊這樣直接做筆記 你有文字式的筆記也可以有圖畫式的筆記 好 所以如果說我這 欸 好 那你按了之後按確定 這樣就進來了 當然你也有很多分 你可以重新編輯 那熟寫筆記這個部分呢 就需要安裝所謂的擴充工具 這個我們後面有機會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就好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進來 有點擋到你就按下隱藏筆記 這樣就比較大空間 那你先看一下這個 其實用Google文件 用Speechnote都很不錯 那當然如果你是什麼 你是那個 手機上的 因為現在大家手機不離身嘛 所以手機上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好用 那麼你可以試看看 比如說我如果在我們這一邊 這裡 我就從這邊新增了Google文件 裡面就有人 裡面就有這個 在哪裡呢 在工具裡面 工具裡面 老師有沒有看到一個語音輸入 你就從這邊直接這樣 這樣就好了 但是我會搭配一個東西 因為這裡有缺注意 不是注意哪 標點五號 所以我會把在這邊 這個 有沒有手寫書的這個打開 有沒有看到標點五號 所以我按下去 今天來到羅東 我們用語音輸入 這樣效果也不錯吧 我想如果你是學習輸入法 要達到這種 輸入文字的速度 應該也要經過一段的努力才行 這樣才會比較快 我嘛齁 可是你有看到它的缺點 是沒有那個 對 而且 因為你是用複合文件 請問要不要存檔 不用啦 會自動存檔啊 線上啊 你哪裡有看到存檔的按鈕 沒有啊 對不對 它只要有改變就是自動存檔 好 所以這樣是快很多 那這個是你在電腦端就可以做的 當然在手機端還有另外一個 好 手機端我就有另外一個 另外那個叫做 我看一下 我另外一個 叫做迅飛雲輸入 這裡 好 你可以離線 你可以用這個齁 你看一下這裡 這個是在手機端 它就變成 手機上的一種輸入法 那 因為要給你實際看過 所以我就 就把線拆式呢 一定要先給你看看 看你的地方 來 問一下 好 欸 如果你剛剛在五五的 要 打字的速度快很慢 就跳到後面了 您注意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那個標點 五花威脊機裡面 比較冷一點 就是你只要有停頓 它就會把你加動號 或者是 用這種打字 這樣就比較聰明 比較短 所以有時候 如果在Line裡面啊 Facebook裡面 有人在問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現在 有那麼多貼圖嗎 你行動中 是因為大家所寫的 阿 讚 阿 還是今天 阿 不然就做一個貼圖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它這個寫字很沒有禮貌 你有覺得 因為現在不會寒暄問候 因為大家打得慢 第一個 好啦 OK 沒有問題 這樣還算好的 可以 好 這很重要 有沒有很簡單 因為其實 有時候人家打很長 OK 各位很會 有時候你也不知道 它到底意思是怎樣 有時候就是這樣 慣用的 所以 用講的就比較不容易 對不對 你再怎麼快 了解了齁 所以有另外的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你看我上課有用嗎 在行動中 這樣你就不用那個阿 對不對 我就原因重現 你就知道說 我上課是怎麼教的 所以其實我平常現在上課都是有故意的 不管在學校也是 好 這個是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去用 我們在書物上就很快 做草稿也好 或是做那個 就可以節省不少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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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